我們是認真 煮的東西 你說像噴 真的是大聲 但是是有禮貌 真的 而且他超會洗鮑魚耶 他超會洗鮑魚 姚元浩又發表 罵鬼鬼煮噴 郭皇之被爆洗鮑高手 你哥哥 什麼時候要這樣嗎 1 2 3 鬼鬼你這次還有 就是哭的走心 欸我已經其實 你我已經好久不哭了 那久沒哭了 但我這幾次 有哭啦 但是我哭都不是因為吵架哭 欸沒有我先講我沒有罵人 沒有我跟妳講 因為這次我們要先說 這是我們廚房日常 其實剛剛你們看到那個片花 我們當下發生的事情 是因為我們在準備一個 那天幾百人 一百人 對 的一個 不管內用跟外帶的餐盒 原本是在做別的事情吧 然後突然來 來包便當 然後包便當的過程當中 說他也很急 因為 在畫面外 我們 他只要被逼的時候他就會 他很急的時候 他只要看到桌上有餐 他就把它打進那個餐盒裡面 然後也剛好我 回頭 去檢查那些餐盒的時候 剛好發現他把所有的菜 都集中在那個餐盒裡面 我聽到他說像噴 我剛噴我就想噴 啊我們認真 煮的東西 你說像噴 我就覺得 哪是噴啊 真的是大聲 但是是有禮貌 而且他超會洗鮑魚耶 他超會洗鮑魚 他超會洗鮑魚 他回去說我要已經 就要教我兒子什麼洗鮑魚 對 我是洗鮑魚達人 要去抓了大概 一千隻鮑魚回來 抓鮑高手 哪裡有鮑魚的鮑魚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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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